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佛朗普敬敌 佛州州长宣布参选美国总统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节目开始之前 首先要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鼓励 在YouTube生存真的不容易 是大家的支持 给了我们莫大的信心和勇气 接下来的日子 希望我们攀手并进 也希望大家动手指 帮我们按个like 留言 subscribe 转发 多谢大家 十八大习近平上台之前 曾经得到中共红二代的大力支持反腐 但他们就越来越被边缘化 随着二十大习家军的上位 有分析认为 他们的后代 新的红二代 未必会像父辈那样效忠于习近平 中共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的亲信 李强 蔡奇 丁舌祥和李希 进入了中共七常委 掌控中共党政军的核心机构 但外界认为 即使习家军内部都不能够避免新的争斗 台媒上报曾经发表全名道正的文章分析 说习家军派系主要包括福建帮 浙江帮 新上海帮 闪金陵帮 清华帮和党校帮等 平时看似低调的中共前中组长陈希 可以说是习近平亲信圈子当中最收信任的权神 在不同的程度上掌握了清华帮 党校帮 还有福建帮 所以说陈希对于习近平未来搞党内斗争 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他表示 中共现在已经是红朝之末 人生坏得不得了 就是大搞学习习近平思想的洗脑运动 官员都只会表面答应 朝中尽是两面人 而陈希坐习 也都只是中共在内斗上面加码 不能够挽回亡党的趋势 据美国之音23号报道 习近平已经将中共红二代边缘化 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地方任职时候的救报 有专家认为 在中共体制下 新一代主政官员的下一代 势必会借助父母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也有可能成为接班的新红二代 报道引述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立的分析说 在一档专一阵的架构之下 贪腐根本无法避免 新的红二代现在提拔起来 习家军的二代都会随之出现 只要有人群 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这是避免不了的 但习家军的二代未必忠于习近平 其实即使是习家军的本身都未必真正忠于习 其中说不定就有潜在的死敌 徐文立认为 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 共产党的倒台和专制社会的倒台就在瞬间 就是迟早的事 所以他们即使上党都挡不住 就在亚加纳固容军高调宣称已经攻取了巴克木特之后 5月22号 俄罗斯后院起火 自称是俄罗斯反抗军的组织说 别以哥罗德已经脱离俄罗斯联邦 而积极扮演调节战争角色的中共被指出 他更在意的是如何在俄乌战争当中实现外交战略目标的最大化 5月22号 反对普京政府的俄罗斯自由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团 襲击俄国边境城市别以哥罗德 进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武装部队已经击退入侵者 并击毙了70多位的击击者 但俄罗斯自由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团在24号对外宣布 已经覆盖40公里前线 别以哥罗德州成功脱离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自由军团在电报上说 我们非军事化了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的一个摩托化联 并摧毁他们的装甲车 据悉俄罗斯自由军团拥有BTR-82A和BTR-80装甲车 目前在哥拉波多尔定居点外建立战线 并且控制住旁来屋龙方向的一些领土 推特帐号新台湾国防军事网网友爆料说 由最新的战况地图可以发现 俄罗斯自由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团部队实际发动了四路围攻 就在俄反抗军组织特集别以哥罗德的22号当日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突然抵达上海访中良日 儘管中共对外显示愿意调停俄乌战争 但是华夫自富士丁申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在美国之音发文说 对北京来说 目前中国的重中之重并不是尽早结束战争 而是如何在俄乌战争当中实现中国外交战略目标的最大化 这个既包括争取欧洲支持 也包括塑造中共中立中实的外交斗雪形象 孙韵分析说 俄乌战争这样拖延下去 对中共既有挑战也有利好 俄罗斯的衰落以及对中国的依赖 因此带来中共在中亚、北极 大致于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力的扩大 而且美国的对华竞争也要考虑到中俄的关系 中共并不认为自己是俄乌战争的当事方 这种类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实际上掩盖了中共在背后对国际关系格局 以及中共利益的重大判断 世界卫生组织刚刚在5月5日宣布正式结束COVID全球卫生紧急状态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随即又在近日发出警告 比新冠近致命的下一场疫情大流行可能即将到来 他呼吁世界必须做好准备 综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和纽约邮报的报导 5月22日 谭德塞在瑞士日内亚举行的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说 另一种变异株出现 导致弯病和死亡的威胁依然存在 另一种更致命的病原体出现的威胁仍然在 公卫专家一致认为 下一场的大流行可能是人畜共通的疾病 也就是说起源于动物 但是会传染给人类的疾病 似是伊波拉、艾滋病和新冠肺炎都在这个类别 世界卫生组织在官网上列出了9项对公卫构成最大威胁 并且必须在优先研究的重点传染疾病 它们可能会在一个区域蔓延 但目前几乎没有足够的应对措施能够压止和防范 因此又可能养成下一波的大流行 这些疾病包括 伊波拉病毒、马宝病毒、克尼米亚冈果出血液、拉萨热 纳白病毒、中冬呼吸道症候群、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COVID-19、 大卡病毒、跌谷结以及最令人担忧的X疾病 即是世卫对还未发现的病菌引起一疾病痛痴 中共对外营造经济复苏的景象 但内部经济却危如雷伦 日前云南省会昆明一份内部会议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热传 再一次呈现出中共地方政府债务即将爆雷 内容百姓社保基金和公积金还债的问题 5月23日晚 微博上热传一份名为 昆明承投专家故以己要的文件 内容有5页 提到昆明市未来5年将会有200亿人民币债务到期 但当地承投公司无力支付 市里面财政都不足 而昆南省都不会大力救助 于是昆明有几个承投公司的董事长 已经到了上海要钱了 但向上海求助并不是资产交换 因为昆明已经没有资产给他 所以就是直接要钱 因为昆南是上海的定点帮扶对象 之前中共中央财政对昆南的补助 每年都是由上海转移支付几千亿去到昆南 但去年上海对昆南的转移支付现在都没给 就是在该会议给要被热传的同事 网络上又爆出一份名为 昆明银行口专家露演要点的文件 披露出更多的内情 去年昆明市级的公务员 都有两三个月没派人工 只好靠拍卖10亿才能派到人工 更加令人心惊的是 现在昆明政府的专项债 基本都被拿去还债了 昆明打算要来用百姓的社保基金和公职金还债 而且填辞的10亿超短融资债暂时能抽齐 都是靠云南省财政由社保和公职金当中挪用的资金 但这个被标注为重大违规 也意味着云南百姓用力养命的钱都被政府拿去还债了 这两份文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热传 也不断被平底删除 昆明市国之委24号都火速辟谣 否认文件的真实性 但有推特账户Jeff Lee发文说 微博上大家都在密密传播昆明城投债的专家会议纪要 没谁个傻子跳出来问 是否爱租的 是啊 连罪粉的小粉红都不会出来质疑 时评人财经冷眼认为 如果连昆明这种级别的城市都出现城投债违约 可见整个中国的二三线城市的城投债都会出问题 纪要还提到公务员排不了工 那么全国其他省会城市是否都有这样的问题呢 很多百姓不知道自己所在城市实际处于破产边缘 这下全部都爆出来了 估计云南昆明的人现在都坐不定了 而且昆明有十几个城投公司 如果都挪用当地百姓的住房公积金和社保去还债 昆明这个窟窿是有多么大呢 24号 美国佛州州长德桑大斯 在接受马斯克访问时宣布 他将会参加2024总统大选 据悉在受访前几个小时 他已经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 正式启动他的共和党总统竞选活动 而且在24号这天 他就在马亚密展开筹务竞选经费的活动 近日 德桑蒂斯是不是参选的问题 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马斯克对德桑蒂斯的采访在推特上直播 过程中流量补充 一度令推特的伺服器大塞车 据报道 有将近40万人在线观看 有分析指出 德桑蒂斯比其他竞争者更迟宣布参加2024年的竞选 但是他的资金更加充足 知名度更高 民调支持度都比其他任何人都高 很明显他的对手只是第一个特朗普 二年44岁的德桑蒂斯 比特朗普年轻三十多岁 曾表态 台湾是美国至关重要的盟友 很多人认为他是特朗普的敬敌 将来可能会对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出线造成冲击 而德桑蒂斯也曾公开表示 自己是能够击败民主党总统拜登的唯一人选 希望带领伟大的美国卷徒重来 暗媒报道德桑蒂斯利用推特宣布参选消息 是针对前总统特朗普而来 他叫出要恢复理智社会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多谢你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